雅加達唐人街一帶的華人地區 在荷蘭殖民時期 是當地最為繁華的商業區之一 這裡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建築 見證了華人創業、發展的堅信歷程 和自強不喜的拼搏精神 當中有一座鳳山廟大使廟 建立於18世紀 這座廟的位置就在金德院的不遠處 根據廟方管理員透露 大使廟的存在 也是唐人街華人歷史當中離不開的一部分 大使廟位於雅加達西區唐人街 正位於金德院的相隔一條街 這是一座充滿中國建築風格的廟宇 建立於18世紀 至今已經有300多年歷史 大使廟的周圍是密密麻麻的華人住宅區 每天有大量的人潮前來這裡燒香祈福 尤其是大節日更是人山人海 自從荷蘭殖民時期 整條街就被稱為大使廟街 大使廟供奉的主神就是清元真君 根據廟方透露 大使廟在過去曾經被燒毀 1740年當時荷蘭排華事件 整座建築被燒毀 1752年人們又重新建立這座廟 在1754年新的大使廟終於落成 當時的許多木雕神像都沒有被燒毀 至今依然保留在80廟的神殿裡 在廟的后殿有一尊高达两公尺高的玄天上帝神像 根据廟方透露这是在三十多年前 一位虔诚的信徒捐赠了一块巨大的上等木材 最后廟方才到中国请来了一位木雕师傅 将它雕成玄天上帝神像 从此接受人们敬拜 原本庙里的建筑并没有这样宽大 随着时间的流逝 信徒们越来越多 人们又出资购买周围的土地盖成神殿 现在整座庙的建筑已达到两千平方米 因为在这里的建筑是变成玄天 玄天是玄天的玄天 人们从中处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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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从中处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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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打工放在樓公里的 kein錢 한국前前基地いただ 就最大的玉上 但一些的那些 馄着陆又他 为了 girlfriend 为了对人家的力量 可适aran 在目 kw PDF mode 和总部 discussion aquellos wieder点他们 那叫小我是 自找anking 所以在铛 Kick 大使庙的存在 也是唐人街华人历史当中 领图开北一部分 经过几个世纪 大使庙的历史 还是一直流传于居民口中